这是很多人想问的这个问题 这两个是不是可以分开 这个X和I是不是可以分开 这个X和I分离这件事 这是某些人的一些说法 就是他自己的一种人生体验和感悟 他觉得是这样子的 然后他把它认为一种普遍规律 他觉得我可以做到这个X和I的分离 那这个可能就是一种方规律吧 可能他觉得这样 可能他觉得对他来说更好 或者他可以没有更多的这种压力和负担 也不用负更多的责任 所以他就觉得这是一种可以普世化的东西 或者一个规律 但其实这根本就不是 这只是这些人的观点 就像每个人有不同的观点一样 这些人在对两性关系的一种看法和认知 它不代表普遍性 也不代表他的普世性 所以说首先这些人 他对性和爱这两个观点 这两个核心的问题 他自己都没有搞清楚 他把X和I当成我们普通意义上理解的那样的一种认知 所以说他会认为 在某种场景下或者在某种阶段下 他是可以把它分开的 但在其实本质上 它是不可能分开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X是I的升华 I也是X的升华 它俩是互为升华的一种状态 不存在谁和谁又能分离的状态 所以说如果你还是一种分离的观点 能够把它分开来看 觉得自己好像很高级 自己超越了很多限制 可以通过分离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那其实是错的 你没有认识到 在X里面有X 在I里面有X 所以这两个是不分加的 互为表里 互为升华 各自是彼此的升华的这种状态 所以说如果大家持有这种观点的话 就不会再问刚才那种问题 我觉得是可以分加的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